宣示全民反毒 邱仙雅帶頭在十三鄉鎮市 貼上反毒標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反毒行列 捍衛校園安全 打造健康城市 新武縣結合法務部 擴大舉辦戰毒聯盟 並在今年8月 整合衛生局 藥鎮 醫鎮 企劃三個科室為 毒品防治新衛科 希望加強推動 縣內反毒工作 達到抑制毒品氾濫的功效 透過這樣一個博然會的方式 從戒毒再往前推到去劇毒 結合民間產官學員的資源 共同來向毒品來宣戰 呼籲大家共同重視 反毒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期待大家 能夠關心青少年朋友的生活作息 也要了解他的一個交友狀況 當天也特別邀請到藥鎮更生人 現為五州長中劇團團長 曾志龍現身 要大家勇於拒絕毒品 我是奉勸現在的年輕人 毒品是一字都不能好奇 如果好奇下去就一直在好奇下去 那個要拉回來就滿難的 要有很多人來跟你拉這樣子 像我例子就是這樣子 藉由反毒活動 邀請全民來拒絕毒品 新竹縣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呼籲您 如有毒癮戒指或戒毒相關輔導需求 可以撥打24小時免費戒毒成功專線 0800 770 885 0800 770 885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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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